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明镜著名旅行家 他一生旅行的时间有三十多年 其中前二十多年主要是在游历中国的明山大川 据说一次到了燕荡山 为了弄明白燕荡山山顶 是不是像古书当中说的那样有一个湖 他居然就靠一条布袋子在悬崖峭壁上悬空而下 半道上这个袋子突然就断了 幸好许侠客眼疾手快抓住了崖壁上的岩石 才没有葬身谷底 可就是这位冯山彼登遇险不惧的旅游大家 居然在一座特殊的山峰前三次盘登 数次游历 却没有在游记当中留下任何灯顶的记录 这座山究竟在哪里呢 徐侠客为什么再次留下这么一段离奇的经历呢 徐侠客出生在江苏省江音市 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家 地学家 在他一生的考察经历中 三次败望而未记录登顶的奇异山峰 就是位于浙江省江山市西南约四十千米的江郎山 江山市地处浙 闽 干 三省交界处 距离徐侠客家乡江苏省江音市五百多千米 徐侠客多次从家乡出发 外出游历 都经过了江郎山 那么这座山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 为什么徐侠客数次攀登 却没有留下关于登顶的支言片语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地质专家 前往江山市一带展开科学考察 江山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以山地丘陵为主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在江山雕琢出了多种奇特的岩石 有的像拂牛卧虎 有的如囚如碧 有的则如中如骨 千奇百怪 形态各异 考察队发现江山的岩石不仅处处充满神奇 而且还孕育出了神秘的石头文化 比如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名为华石块的民俗活动 华石块活动一般在每年的中秋举行 镇上的年轻人几乎都会参加 这种活动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观赏型 通常有两人同时踩上一块石头 一个人半躺 另外一人站立 几个小伙子在他们的身后推着 在镇上的大街小巷过走过跑 摆脱童子拜观音 蛤蟆呼手等造型 具有很强的欣赏性 而另一种是撞击型的华石块活动 参与人员分成两组 一人踩石块 其余人在后面推拉 石块在鹅卵石的路面上快速滑行 哗哗作响 互相撞击 火星四箭 颇具古战场遗风 据镇上的老人讲 华石块活动无疑有之 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 没人能说得清楚 但这项民俗活动却让江郎山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四百多年前 须侠客以一介不一之身 是否也曾走在这条路上接近江郎山呢 大约经过半个小时车程后 江郎山的奇景终于闯入了考察队的视线 只见道路尽头 两怪巨石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拔地而起 犹如巨人屹立在群山之间 他们行似石损天柱 壮弱刀砍斧劈 气势磅礴 而经过一阵峰回路转 巨石竟有两块变为三块 如川字形排列 在云层掩映下位为壮观 这果然如同须侠客在游记中描述的 渐区渐进忽列为二转而为三 同行的专家告诉考察队员 眼前拔地而起的巨石叫三磐石 就是江郎山的主峰 三块巨石之间的岩壁平行而笔直 这不得不让人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而惊叹 但同时考察队员也再次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此奇伟壮丽的山峰 徐侠客怎么可能不挑战登顶呢 关于徐侠客对江郎山的记录 有人提出会不会徐侠客登上了江郎山顶 而这部分游记因为年代久远丢失了呢 在徐侠客的家乡江苏省江音市 有个徐侠客旅游博物馆 里面珍藏了从乾隆年间到民国 三十多种不同版本的徐侠客游记 据专家介绍 徐侠客游记流逝的有六十多万字 因为各种原因 丢失的多达一百八十余万字 但是江郎山部分的记录却是完整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徐侠客登顶了 却没把过程写进游记呢 因为游记并不仅仅是徐侠客的旅行日记 还是徐侠客写给留在江音家中母亲的家书 会不会是因为徐侠客在登顶中遇到了什么危险 不愿意把他写进游记 让母亲担忧呢 当考察队员谈论着种种这些猜想的时候 同情的专家呢却告诉我们 这些推测都不能成立 徐侠客真的是没有登顶江郎山 但究竟为什么大家到了三盘石脚下 自然就能够明白了呢 而且专家呢还说 古往今来无缘江郎山主峰的旗旨 徐侠客一人 考察队带着兴奋的心情 向江郎山三盘石进发 在江郎山的半山腰 有一座侠客亭屹立在那里 事后人为了纪念徐侠客 而特意修签的 侠客亭在这个方向 看来江郎山的山路 确实留下过徐侠客的足迹 这个就是侠客亭了 在侠客亭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三座分裂的山体 那个峡谷叫大洞下嘛 就在那个大的和这个中间这个之间 你看那个峡谷就是斜的吧 你看到吗 它这个面是比较斜的 而且上面有凹凸物屏 就说明那个地方的发益很久了 而这个很值得很值得 那么因此它上面呢 就很保留了很新鲜的这个崩塌面 江郎山 山体呈东南走向 按川自行排列 东南一时为郎峰 体型庞大 宛若睽萎的城堡 中间为亚峰 上大下小 犹如天外宝剑 插力在峰间 西北为凌峰 匹太浑圆 坚顶朝天 离开侠客亭 考察队继续向上攀爬 终于来到了三盘石脚下 这里可以看到江郎山最著名的景观 一线天 江郎山一线天 指的是亚峰和陵峰中间的小道 高312米 长298米 最宽处仅有3.5米 被华东56位地址专家 刊定为全国一线天之最 而这里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 每当雨后的太阳 升至一天中最高处时 阳光会不偏不倚地 照射进这个狭小的裂气中 形成这里特有的美景 天降垂点 哎呀 这个时间真过了一点了 刚才正好能照到这个地 我现在能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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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太阳已经过去了 太阳过去了一点点 你看这个地方还能照到 虽然错过了最好的观景时间 但考察队员置身三盘石脚下 还是被他的壮观绝壁震撼了 专家说 江郎山的主峰 狼峰 峰顶海拔824米 而三盘石的高度就达300多米 自古以来 当地都传说 在狼峰峰顶 长满参天古树 绝壁的石系上 更是生有名贵药材 但是三盘石直上直下的石壁 纵然是身怀绝技的采药人 也要犹豫持除 而挑战了中华大地 无数座名山大川的徐霞克 想必也只能止步于三盘石下 望风惊叹了 徐霞克三访江郎山 而未登顶的谜题终于解开了 但是当考察队员从高处 跳望江郎山下的一马平川时 不禁要问 江郎山为什么能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 孤丰独立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就要提到地球上 一种美丽的地质景观 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 地学上又叫红层 它使红色沙利岩 经过千万年的物理风化和流水侵蚀后形成的 灿若丹霞又曼妙夺姿 江郎山正是属于这种地貌类型 而说起中国的丹霞地貌 徐霞克和它可有解不开的缘分 它是在地学历史上 用丹霞两字来形容红层地貌的第一人 在它的邮寄中 就用仰视丹霞层根这样的句子 来形容浙江天台山的山体 但是令考察队员不解的是 大部分丹霞地貌的山市都不高 海拔一般在五百米以下 可孤丰高耸的江郎山明显是个例外 主丰的海拔高达八百二十四米 不仅如此 江郎山石柱的高度也格外反常 地质专家说 丹霞石柱的外形一般情况下 既细又直容易倒塌 为此它们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几十米 而江郎山的三块巨石的高度却达三百多米 几乎创造了世界丹霞孤峰高度之最的奇迹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地学专家为考察队员解开了这个疑惑 在距今一千万年前 江郎山地区的红色沙利岩被风化波石成为一片平原 并开始了区域地形及三盘石景观的塑造 而此时的三盘石仍然还处于地下 约在距今五百三十万年前 地壳抬升 江郎山抬起 大约到了两百万年前 三盘石被波石出来 并形成了突兀的孤峰 耸立在平原之上 成为老年期丹霞地貌景观 由于铁里的岩石比较薄弱 遭到快速风化 被切为三天 到了约一百多万年前 三盘石所在的地块再次抬升了约三百五十米 台起的平原遭受侵蚀 称为丘陵山地 于是三盘石耸立于山顶 拔地通天 雄伟险峻 徐侠客和江郎山的谜题终于有了答案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 这位名震古今中外的游胜也不得不望而却步 但是徐侠客和中国丹霞的缘分却远不止这些 在他的游记当中 曾经用远近风鸾 青紫半状描绘地处福建的一处丹霞景观 但是丹霞地貌怎么会呈现青紫色呢 难道是徐侠客记录有误 不仅如此 徐侠客还在游记当中提到 在这座山的高处有一道驾鹤州的奇景 顾名思义 就是舟船高高地驾在群山万鹤当中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位于江音市南面的徐侠客镇 就称马镇 徐侠客的故居 在镇中一条偏僻的小街上 这里是徐侠客每次游历的大本人 而就在公元1616年 他再度从这里出发 踏上了自己新的征程 徐侠客在游记中描写的 远近风轮 青紫万状 是福建武夷山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武夷山市内 距离徐侠客出发地江音市 大约700多千米 这里群风耸立 微微壮观 更以独特的丹霞地貌 驰名示尽 可徐侠客笔下的武夷山红层 怎么会呈现青紫万状的样貌呢 地理中国考察队进入武夷山后 先乘坐竹筏 漂流在著名的九区溪上 沿着溪流 考察队进入到六区的弯道处 突然远处一面奇特的石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只见岩壁上沟壑纵横 从山头延伸到山脚 竹筏工说 因为这些沟壑非常密集 好像一条条布皮晾晒在石头间一样 因此当地都把它称为晒布岩 这个应该是不是这个武夷山最大的一个崖壁了 这个高度看起来至少有200米的高度 长度应该有一个将近1000米吧 这么巨大壮观的沟壑 是怎么形成的呢 走到近处观看 崖壁上的沟渠更加醒目 一条一条有规律的扑展开来 和岩壁上的磨牙石刻呼应起来 显得畏为壮观 在晒布岩上下岩壁的位置仔细观察 队员们很快又发现一个细节 在有石刻的地方都有一块人为凿刻的岩盖 每当下雨时 凸起的岩盖正好可以在雨中保护石刻 所以被保护的石刻部分的岩石 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红色 而经雨水流过的地方 却出现了较深的墨黑色 这大概就是徐侠客会用青子二字 形容武夷山丹霞的主要原因吧 你看这块颜色很黑 这个是因为天猛的物质 经过流水把它清湿下来之后 但是敲开新鲜面之后 里面还是淡红色的 跟这个颜色基本上是一样的 武夷山一年四季雨水充沛 最高时年降雨量能达到2800多毫米 据此专家判断 丰沛的雨水对塑造晒布岩现在的模样 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还有一个疑问是 既然是降雨形成的沟槽 为什么会如此整齐划一 仿佛是某种特殊符号一样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专家解释说 这和这里的岩石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淡红色沙岩构成的红色岩层 就是我们所说的丹霞地貌 也就是说 我们在武夷山见到的大多都是丹霞地貌特有的景端 而丹霞岩层主要由丽岩 沙岩和泥岩等构成 成分各有不同 但它们总是有规律排令 当雨水冲时后 质地较软的岩层总会先行被雨水冲垮 向里自然塌陷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今天沟壑纵横 气势辉煌的大型岩壁 那么 徐侠客游记中提到的 驾鹤粥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在游记中 徐侠客写道 崖端学术口 乱插木板如基柱 号曰驾鹤粥 专家告诉我们 所谓驾鹤粥 就是放置在崖壁上的玄关 当考察队的船只 靠近三区的弯道时 远远望去 只见半山腰处的洞穴里 若隐若现着 人们传说中的古老棺木 细雨迷蒙中 这些棺木为此处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 玄关曾经在武夷山分布横广 那么 在九远的年代里 这些大道足以安放玄关的岩洞 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古人特意开凿出来的呢 专家说 这处崖壁是武夷山众多断层的一处 在九远的年代 武夷山沉积出了相对水平的厚重沙野 在后来的地质作用下 山体发生褶皱断裂和台声 在峭壁峡谷间形成了许多天然缝隙 后来又经历流水的切割和常年充实后 逐渐形成了浅洞 而丹霞地貌岩石中丰富的钙质 又很容易被昆虫唾液等酸性物质侵蚀 浅洞在经历生物 锋利以及崩塌的共同作用 致使脆弱的丹霞岩石松软波落 洞穴越变越大 为人类在群山万鹤中飞架玄关 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而这些美丽奇绝的景致 也吸引徐霞克为他写下了三千多字的邮寄 但这时的他却心事重重 高兴不起来 就在徐霞克从武夷山返回江阴老家后不紧 曾经孜孜不倦 支持他追求梦想的母亲 便与世尝词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后他三年未出江阴一步 一心为母守孝 三年后 徐霞克心中再无牵挂 他带着母亲对自己的爱与期望 经过数年的规划后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他人生最伟大的一次远游 中国西南的万里辖镇 当徐霞克将包括江郎山 武夷山在内的多处自然景观写入邮寄的时候 肯定不会想到 这些地方会以中国丹霞的身份 成为国际地理学界地貌家族的新成员 不仅如此 徐霞克在火山严荣地貌的考察研究上 也留下了众多详细的记录 这些饱含申请的邮寄 为后人研究我国的山串地貌行程规律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也在文学创作上开启了新的高度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